街坊邻居的车牌统统盖上毛巾抹布成了当地奇观 原来是南投市中兴新村居民 怕检举达人来找查 不少人已连收好几张罚单 气得找议员告状 警察现在开罚是这样嘛 棋楼内OK嘛 棋楼外部OK嘛 但是棋楼本身太短 它不符合现在的使用 也就是说现在的车子车辆都比较长 那屁股就会痛船 屁股痛船就到人行道上 通常的行道上检举达人一检举 我们警察就过来开罚 高雄市三民区同样有检举达人 不满围庭乱象 狂打110检举 让居民愤儿找上里长 透过广播系统向检举达人喊话 在维持交通安全和居民权益之间 警察执法面临两难 部分被检举的车主也有苦难言 像是这一位每天出门讨生活的小黄问奖 有时赚的车资还不够缴罚单 客人老人有行李 你还要帮他们拿 超过欧十秒就一张红单了 突然间客人我要右转 我在内线 你不给他右转他就跟你大小声 你叫我们怎么办 检举达人盯上的还有这一处 位于台北市内湖区台美街 新明路321项交叉口 被检举的车主就觉得很冤 这右边一般都是工厂 所以会停有货车 假设从台美街有车辆转进来 要到金明路的话 他可能就会踩到双黄线 说实迟那时快 刚好有一台货车 为了闪避右侧的路边停车 被迫押上双黄线违规 里长邱丽玲表示 该区属于老旧社区 也因为巷弄狭窄 停车位不足 李明被检举的情况相当普遍 我们整个新明路上 为了交通顺畅 又取消了一些的停车格 巷弄里面也没有停车场 所以大家就是看谁厉害 谁先回到家 先抢到位置 当然那个转弯的地方 有些逼不得已就停了 如果是在巷弄内的话 它常常宽度是不够 所以是没有办法化的 那我们目前的解决方法 我们会在路边 可以化设的地方 会尽量化设停车格 那现在我们也有积极的 就是利用基灵地来 披建路外的停车场 那另外如果说 各机关有改建的话 我们也会尽量的参见 为了改变交通乱象 洗刷行人地域恶民 现在交通违规可检举项目 正面表列的多达46项 包括不依顺行方向 临时停车 汽车装载货物不稳妥 倒车前 未显示倒车灯光 或倒车时 不注意其他车辆或行人等等 都可以开罚 台北市警察局统计 2013年1月到7月 警方光受理民众检举的交通违规 就来到74万1015件 对照去年同期的50万4979件 暴增23万6042件 年成长近50% 交通大队提醒 7月起又新增了13项可检举项目 民众要多加留意 基本上我们依据 倒车交通安全规则的话 人行道和骑楼 它都是禁止临时停车和停车 但是例外的状况的话 像对面那个 有看到汽车停放在那边 那那边可能就是属于 私人土地的范围 那私人土地 它就不是用我们 倒车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检举达人不合理的举报 让车主恨得牙痒痒 但也有一派看法认为 不贪图衣食方便就不会违规 法理勤与勤理法的冲突 恐怕人会在大街小巷 持续上演 TVBS新闻 罗诗鹏 戴源丽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诗鹏